國道上車多突然碰得一聲 轎車被撞超用力 引擎蓋隆起 繼續往前推行10秒鐘才停下 南下車道一團混亂 黑色雙臂車車頭嚴重回損 滿地都是零件碎片 而駕駛剛好就是台中市議員 陳青龍 我當下被推擠那一下 我心裡是覺得完了完了 就我根本在認了東西 車子就一直跑 我踩刷車都沒用 上午10點多議員陳青龍 前往議會開會 現今國道一號南下 豐原路段被波及 三百萬的進口車 才剛買一個多月 可能就要報廢 幸好人平安 而肇事的是一輛國光客運 當時客運上乘客 包含司機一共19人 疑似駕駛 沒注意車前狀況 先是衝撞前方小客車 接著再推行貨車 陳青龍坐車 往左偏波及轎車 最後輛貨車再撞擊護欄 六車連環撞 兩人清雙送衣 車流由國道一號的南向 台中系統到豐原教道 有一些回堵 另外彰化浦欣 39歲王姓男子 開車突然失控 自撞電線桿 肢體開放性骨折 全身多處挫傷 副駕駛座乘客昏迷 雙雙送衣搶救 是酒駕釀貨 還是精神不計 警方還在調查 記者陳述環商不理雲傑 張貨台中採訪不到